开工日喜气洋洋 少不了一阵热闹 有些老板会发红包 希望员工有好彩头 新年旺旺旺 但也有人拿到后相当傻眼 这个50元不如干脆不要发 就觉得这非常的羞辱 我来这边辛苦的加班 然后你一直给我50块钱 那红包袋还是用全家的 就是礼券的红包袋装的 工会气到不行 知名物流公司台湾宅配通 开工红包竟然是50元超商礼券 让过年得上班 无法团圆的员工超级失望 50有点太少了 喝一杯咖啡都不够 我会很开心吧 就是50块的话不如不要送 可能没办法接送 差不多一千比较合理 工会透露其他宅配业者 黑猫宅即便新竹物流年终有八万 其他的也有四到五万 宅配通年终只发二十点五天 以底薪计算 等于平均司机拿到一万 不到同业的五分之一 加上去年十月 工会才出面控诉公司 基欠员工一千四百万的加班费 今年开工红包这么少 难道是资方怀恨在心 一些司机其实都有在讲说 已经找好出入了 然后甚至讲说 这几年下来对于宅配通 公司实在是非常的失望 对此宅配通还没有回应 工会也提出五大诉求 加码年终和红包取消延长收件公告等 未来会不会走向罢工 还要视情况而定 但五十元的开工红包 又让员工的心凉了一半 记者王志文张晴宇台北报导 封面相对不通